換個輕鬆的心情 帶您到臺北世貿醫館的連鎖加盟展 今天是第二天 恰好碰上了週末假期 為了吸引大批民眾 主辦單位還找來了飲料店的辣妹 來跟民眾比賽搖真奶 但沒有想到有民眾太過用力 居然把杯子給搖飛 害得辣妹一點尷尬 和比基尼辣妹雙手綁在一起 搖珍珠奶茶 機會難得 趁著臺北世貿舉辦加盟展 民眾搶著上台拼命的搖 搖出第一名就有1萬塊的加盟獎金 這位身穿紅色上衣的老兄 搖得渾然忘我 把同對辣妹搞得好害羞 而且還把杯子給搖飛了 結果真奶全撒在 妹妹清涼的比基尼身上 而一旁滿頭白髮 七十三歲的胡伯伯 不甘示弱 抖得比辣妹還要兇 果然家還是老的辣 得到了冠軍 因為平常我有運動 有游泳 每天最少要游1500公尺 也已經退休了嘛 那可以做一做零用錢的花花就好了 主辦單位找來戴佩尼 和蕭強的明星臉辣妹來助政 希望招人氣來加盟 沒想到拿走獎金的冠軍 罪翁之意卻不在酒 讓主辦單位的臉色跟台上的辣妹一樣 好尷尬 明星新聞 何惠平無培家 SNG小組 台報道